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分享、关注 我们这里主要讲加拿大一些有关留学、移民、工作、财富管理等等各方面的知识 以及消息和新闻类的分享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想给大家加一些英文学习的内容 有很多人问我怎么学英语 然后我想把英语加进去 那就是怎么做呢 我打算念一段英文的新闻 然后随后给大家讲一些我自己的理解 根据我的理解和我经历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希望能够跟大家带来一些 好,我们今天主要讲什么呢 我们今天讲 今天有一个新闻 加拿大将在未来的三年吸收100万的新移民 这将会给我们想要移民的朋友带来很多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是100万 我们随后会读一下这个英文的新闻 然后做一些自己的理解 好,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的英文主题 这是一个CBC就是加拿大的一个主要的新闻平台 它是这么说的 Canada to increase annual immigration admissions to 350,000 by 2021 也就是说到2021年 加拿大将移民入境的人数每年增长至35万人 好,我们下面就来详细地读一下这个新闻 那么中国公司辩订阅 琥珀 exemple在 выход 19在国家中3oding共和 rim亡商量非贸易业 就可以得到四 hoodie销前次, Valencia友继续ili承评 기�уют该副 公重墙承评 The figures were announced Wednesday as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updated multi-year immigration levels plan, which covers the next three years. The target rises evenly from 310,000 this year, counting all classes of new arrival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 newcomers are coming under economic programs designed to address skill shortages and gaps in the labor market. Hudson says economic immigration is badly needed in areas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are short on workers and long elder residents. In certain regions, the hunger for workers is huge. He said, this plan is making us very competitive in the global market. It enables us to continue to be competitive, enables us to continue to present Canada as a welcoming country, and the position us to continue to be in skills attraction. 对,所以大家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新闻,那他就是说到了从今年开始到2021年,加拿大想要迎接新移民的人数将从每年的31万增加之每年的35万,到2021年的时候每年规划接受新移民到35万人。 那这个35万现在基本上是1%的加拿大的人口,也就是说三千多万人口,不到4千万人口中1%接受这么多的人。 所以呢,我觉得给想要移民的朋友带来一些机会,但是背后他又说了一个负的标题是什么呢? 他说,大多数的移民要符合他现在目前加拿大人才市场上的技术人才短缺,以及劳动力缺乏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移民部长胡生他说了这些配额呢,这么大一个数字接受新移民,让加拿大更加的有竞争力,在全球更加有竞争力,因为他想所有的人,想移民的人开放。 但是也有媒体报道呢,胡生表示,移民是加拿大未来经济的中流砥柱,也将在三年的计划之后呢,将配合重点向高技能的经济类移民倾斜。 我之前也一直在说,他接受移民无非是想要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想要你能够给他提供一些税收,或者提供一些投资。 另外一种就是要解决他现在目前市场上,技术类人才缺乏,劳动力市场资源不足,人才空缺这么样一个差距。 如果能满足这么几点,那移民的过程也是非常快的。 那既然提到了偏向技术类,以及偏经济类,那所以呢,最有利的无非就是几大人群。 第一个就是你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有行业的经验,而且英语又不错,第二个就是可能是留学生。 所以在未来几年,大家要选加拿大的留学,选有,可以解决一些技术类专业的这样的专业来学习。 学习以后,毕业以后工作一到两年,就可以提交申请移民,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也就是说,我看好留学生群体,在未来三年可能留下来的人会更多。 提到这些,大家可能就不知道,加拿大到底有哪些移民类的项目。 我之前做过一些节目,大家也可以看,那今天再给大家了解一下,他们有大概九类,九类的项目是加拿大在他联邦的网站上说出来的,我们给大家来一起看一下。 第一类叫Express Entry,就是快速移民通道,也就是说技术移民的快速通道,有人也叫绿色通道。 第二个就是魁北克的一些移民项目,魁北克是单独列出来的一个省份,它叫Quebec Select Skills Worker。 你看,他会都会提到Secure Worker。第三个是创业移民,也就是Startup Visa,这个创业无非就提到你要投资,然后你要创造工作机会给他们的人。 第四个就是投资类,叫Investor Immigration,或者说Immigrant Investor,这个现在都是比较难的路线来走。 因为之前也说,在海洋省的牛逼省关了几个企业家投资类的PMP项目,然后在魁北克那边也关了一些企业家移民的项目。 第五个叫自雇,Self Employed,这个也是比较难的,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第六类是家庭团聚类,也就是Family Sponsorship。 第七个,最多的也是最适合留学生的叫Provincial Nominees,省提名也叫PMP,每个省都有不同的PMP项目。 第八个叫住家保姆移民,叫Caregivers。 Caregivers,住家保姆,那当然要有这个家的主人担保你,据说有很复杂的一套考察的系统。 第九个是难民,也就是Ref G,难民审批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有搞到很多的背景调查等等。 当然也有网站分析哈,接受这么多的人,那未来的房价会不会又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时候? 那我自己的推测肯定会有,因为只要是有移民,就会住房是刚需,尤其是华人。 那么刚需的话,有需求,那市场价格就会有竞争。 另外一个行业可能就是保险的行业。 既然来加拿大有一些必须要买的保险,还有做贷款的这些经济,就会有一些新型的行业。 考虑在这边选择行业的朋友们也可以考虑这几个行业。 好,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新的形式,将会有一些英文的阅读。 这样能够给那些想要学习英语,或者想要提高英语的朋友们一起来探讨。 另外一个适合的人群就是对移民,对留学,对工作,或者对财富管理感兴趣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